阿惡啦 歡迎光臨這小英雄社 今天就要來這個 土豪劍雞圖 它超級長 長到那個盒子 我要放這麼圓 還要放鞋的 你看 拿進一點就這樣了 超級長 然後這個是它 玄武神話 GAME 昇華 Wonderlight Book 然後這個是它 Dogogen Geekto 土豪劍 土豪 之後我們中文語系的人 大概才會知道土豪劍聽起來有多 有多麼的好笑 之後這個 它的BUS Kamen Rider BUSH塔 旁邊 有BUSH塔跟 土豪劍 G土 然後這個之後 土豪劍跟那個玄武神話 上面長長的 下面也有 然後後面 滿滿的 用的很大張圖的那個 遊玩方法 那我就給它 打開 取出來 話說其實在之前我講 這個 我發現這邊有一個細縫 所以我就想說它應該是組合型的 可是它組合居然還 要盒子這麼大 這個要湊多久啊 喔 好久 好長啊 好 說明書 打開 嗚 它直接就 這組合好的耶 那為什麼要分隔線啊 然後玄武神話在下面 就直接把 把它本體 這還不是腰帶呢 本體拿出來 比想像中拿起來還要有重量很多 然後這個地方果然是軟的 然後整片都軟的 好好玩 哈哈哈哈 裡面這邊還有座耶 這個地方 不過這個地方好像是 有軟的軟的 也是軟的 怕它撞到之類的 那它座裡面這塊是要幹嘛的 然後身上的紋路 喔 它這邊有寫它那個聖文耶 好啦 這裡不見得是聖文 反正就是他們的文字 它是做分隔 可是它其實好像沒有要你分開耶 所以 嗯 是喔 我以為可以分開 然後 這邊是它喇叭 電池 電池是只要用那個 水銀的那個扭扣電池 然後 單手握起來的長度 剛剛好 哇它電鍍的 巴斯塔的臉 我這邊也是軟的 之前我沒有發現啊 那個 我們 誰可以都來 誰可以收我都來吧 嘿 它後面其實鍵的時候 一旦也是軟的 之前沒有發現 喔 它這個板機按下去的時候 這邊會塗 打開書用了吧 應該是 喔好長 然後這邊 也是有 一點彈簧樣的感覺 然後這邊就不知道什麼了 這個應該是裝書的用的 然後這個又是扣住用的 喔 這個應該是取書下來用的 沒有看說明書自己狂亂猜 它這個可能是讀取書本的時候的感應按鈕 它 可能沒有那個感應的能力 不過這把劍揮起來很爽 總比匕首還要好一點 然後 然後 玄武生化 玄武 玄武的樣子 老尾巴的蛇 然後 整本 整本是鐵灰色的 跟劍本身的顏色稍微有點差距 然後背後 打開第一頁 烏龜 玄武 然後 裡面那一頁 有個巴斯塔 然後還有中圈 我們就可以拔掉這個 然後拔掉決定片的時候 通常都會唸大段 我直接先把它按掉 玄武生化 有講到四聖獸 我們把這個先拿起來 太長了 都覺得軟軟了 那個紙漿 這個很麻煩 我這條高比較快 這邊 玄武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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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つて 死聖獸 の威嚇 を 拔 拔 強盡 な 鎧の 神獣がいた 也是神獣がいた 神獸的 神獣がいた 話說 他 製作水銀電池的話 拔掉 是不是就開始運作了 這裡 這個應該是那個 Reset 那個 重新的 沒感覺 有了有了 我的聲音 好有重擊感 按太前就沒反應 按聲 要按到D 然後 揮動應該是沒聲音 所以基本上這把只有按一個按鈕有用 然後這個應該真的是 排除用 把樹拔下來用的按鈕 然後其他的地方應該就是裝東西進去按 咦 這也沒聲音 這也沒聲音 他就突然開始了 就突然開始了 而且用這個沒有辦法阻止他耶 超大把的 哇 然後前面這邊有夠軟 超好玩 不過打到也是會痛喔 嗯 對 要小心 打到也是會痛 他只是怕 防止 過痛 受傷 瘀青太厲害 或者是 直接撞斷用的 所以才會做 這麼大一片 你看他有做一個洞 這個洞 其實都是為了讓他 讓他柔軟性更高 所以只有這一面 這一面是好的 這一面都是千穿白空 哈哈 所以他 就可以直接變身的意思囉 嗯 那我們直接把玄武神話裝上去看看 直接給他裝上去 這個 這邊 這邊 好像還要再壓進去 對 沒有壓進去的話 這邊有個細縫 這裡 這樣好像就沒有聲音 這樣就帶基因了 好像應該是按板機吧 這邊 這邊 劍武神話一刀榴彈 喔 激闘十番 不知他儀勵 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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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好像還是這邊先 哈哈哈哈 絶対速攻的大拳が北斗 北斗 北斗より大いなる一撃を叩き込む 不知他きれい どこどこ どこ どこ けんけきと 呵呵呵 灰的聲音是一樣的 按下去的時候 會有一種 稍微阻隔的感覺 才可以開速 這次沒有耶 這次沒有耶 呵呵呵 再一次 太刀櫻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讀取的能力 但其實他應該是沒有讀取能力啦 就他有分次數 一次 這邊是一次 然後兩次三次 因為沒有什麼讀取能力 所以實際上應該他的東西是固定的 然後我們來換 因為他這樣直接按應該是只有灰燈的聲音 所以我們要給他拔下來 然後轉過來從這邊 他這邊有軌道 對書的這個 插進去 好 好像有點難 他是抖勾抖勾呢 帶精不錯 變身帶精 有點難控制 為什麼抖勾抖勾喔 他這邊有念 開心喔 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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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接下來 三次 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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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 換成 JAKKUN TO DO MAME NO KEY 的那個 劇中的 使用的那個樣子 不過 再看他盒子大概就知道 他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很有FU的待機 這邊就是固定的了 然後 我在想 必殺機應該會一樣吧 因為 就沒有讀取功能 JAKKUN TO ROLL 恩 JAKKUN TO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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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固定的 沒錯 我們 再來最後一次的 JAKKUN TO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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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換成這台召喚 我們Second Swordriver 接下來 機動電源 鈴吳昇 來看一下這邊 玄武 原來是神獣的力 杏玮尼阿特 沒想到是閃白色的 閃白光 再一次 然後 讀取效果 插入必殺技 打到 然後我們來多一個 讓他在這邊 誰跟說都還好完成 哈哈 哈哈 哼哼哼 看來這個樣子呈現 雖然說這才是鑽石武器 不過可惜就是沒有讀取的能力 哈哈 要不然 那邊衝起來就不太一樣 好的 代金超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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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只有這把劍才發出來 哈哈 不過要必殺技巧稍微有點麻煩 要從這邊捅進去 才能放必殺 哈哈 然後這把劍的整體長度跟揮起來的感覺是蠻不錯的 不過 可能是這邊比較空的關係吧 跟Seekens都會把揮起來的重量感其實不太一樣 這個會覺得好像揮起來比較重 啊沒有 電池 這裡面放了三顆痕 四號電池 這邊就只有水銀的扭扣電池 呵呵 所以這樣子重量差很多 嗯 嗯 GAMESHING 然後裡面有一隻很可愛的烏龜一樣 就這樣囉 拜拜